不過最後一個效果是什麼效果就是說 如果今天希望 上面多一個標題的話 當然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會有人在上面再加個按鈕 長條狀也看起來 但是就是會有一個 Gap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他能夠整合在一起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第一個在上面按Enter 也是要在 項目符號裡面打一個比如熱門景點 或者哪裡的熱門景點 比如說基隆的 或者叫什麼推薦 我推薦的 景點OK 第一不一樣在上面加 加上去說但是你現在看到結果的話 他不會是 他會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一個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希望有比較好的效果的話 我建議有沒有他已經有這個效果出來只是說他這邊沒有 超連結 所以看起來會在最上面 那第二個是說你可以在這個上面選取他的狀態下 再選一下 Data Raw Data Raw 裡面有一個選項 叫做 叫做 Data Raw Data Raw Data Raw 這個樣式 那你把它選擇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再看即時 效果的話 就會類似 有沒有 類似剛剛的我們完成的效果 所以其實 如果你要加上這個效果 第一個 在上面加上一個你要的一個 名稱 也是項目符號 第二個的話呢 然後選他之後有沒有 在這邊把它改 Data Raw 改 Data Raw 啊 這個 Divided 這個這個選這個這個選項 OK 他就會幫我們把這個 樣式呢加上去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 謝謝